聽過我追回來了嗎? 為什麼?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其實也很佩服大家 為什麼都看到誰追誰 然後誰幹嘛去幹嘛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發現啊 有啊 我有嚇到啊 有個禮拜多 但我覺得是每個人的角度不一樣啦 就是他們有他們的角度 但是我的角度出發點一定是覺得 剛好適合 然後跟 確實是這件很多歌手生的寶寶嘛 而且說真的 我的歌唱實力 就是要在典禮上面唱的兒歌吧 露露主持金曲獎師高唱的《蒙古農湯》 是清風前經紀人林韋哲公司 所創作的兒歌 被清風抵制並轟斥獨孤 事由露露遭清風退追 經他出席活動也首度回應此事 其實我本來我每一次做典禮 都是戰戰解解的嘛 對 因為很多事情是你不可控的嘛 就是戰球無愧與心吧 對 因為我覺得我 百分之百盡力 我們這個工作有點太難了 就是你 你沒有辦法控制別人怎麼想 所以 我只能保守好我這一塊 就是 我真的有盡力 那如果 大家有沒有意見跟想法 就是 有建設性的 我會 我會吸收跟聽 然後如果只是 一些 可能只是想罵你 那我覺得沒關係 你為你來 這樣 我會不會 就不可以 我會不會 就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